再算三級賽 是澳洲 現在的75分 有些好處,八字頭也不用 因為你提下敗仗 現在正在走圈 剛才說我二班跑 就是大熱 WIN 不是,瘸熱WIN 大熱Q 跑了出來 大家眾望所居 跑這個短途 是比後面那些馬好一點 現在第三場 又是一千 不是,是第四場 1400米 1400米 只有四隻馬跑過 就是美麗非凡 紀理紅星、合火紅心 和 黃龍福將 八號九號 初次出賽有兩隻 一隻叫煽勞之星 一隻叫菲倫鑽王 初跑指定就是 既日升 入過Q的就是幸福至上 潘明輝第七檔 和閃得快 十號馬 就是周俊樂 的檔就好看 2號 上將跑得好的就是 3 就是2號 上次跑第3 2號 美麗非凡 8號 合火紅心 跑第1 和10號 閃得快跑第3 其他的都比較 起碼都第6 以後 防者驕傲 7號仔 上次蔡明少 就跑第6 霍宏星跑 上次蔡明少 現在又交給霍宏星 另外一隻叫 拍馬難追 我也不敢說 根本就得罪人 追不到人的馬 改過這樣的名字 拍馬難追 跑第6 鮮露神華 初次出賽 三十多倍 我不看 加樂四 是必非非 是誰 是必非非 14號 就是 贏過的馬 就是 再說一次 美麗非凡 幾利紅星 合火紅心 黃龍福將 和這個 是必非非 入過Q 就是幸福至上 和閃得快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上次好的就是 美麗非凡 合火紅心 閃得快 是這幾隻馬 其他都是很厚的 比較厚的 比較厚的 如果說一下 概率 概率連場都OK 幾場OK 下來就不OK了 因為熱門馬 都是大約0.3 百分之三十的 場次去取勝 那就是 要 正路 做得嚴滿 正路 賽果 大約是三十幾個巴仙 不夠死 四十個巴仙 看看 四場 如果以 位置率來說 最好是幸福至上 因為他跑一次 一次入Q 好像一隻好拍檔 一樣 跑一次一次入Q 然後進步一點 就贏了 哪個旗 潘明輝旗 幸福至上 之後就閃得快 閃得快 閃得快有0.75 上名率 他跑過八次 三個Q 三個第三 一個第四 都挺好的 0.75 上名率 都挺高的 然後就到閃得快 之後就合火紅心 就是 五號 十號 八號 十四號 這些馬 上名率比較高 如果拿勝出率來 計算 就是合火紅心 合火紅心 為什麼呢 跑兩次 贏一次 沒有第二 沒有第三 沒有第四 一是可以 那是0.5 取勝率 50% 即是很高 跑兩次 贏一次 然後呢 就輪到 五號 叫做 黃龍 八號 合火之後 就到黃龍 複將 那是0.2 取勝率 黃龍之後 就時必飛飛 0.14 時必飛飛 跟幾利紅星 都是0.14 取勝率 我現在買 取勝率 就是這個 合火紅心 合火紅心 近期來說 比較好的 就是 合火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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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關注 什麼 我現在關注 八號仔 美麗 美麗非凡 又怎樣 也有些人關注 美麗非凡 就是莫雷拉 騎士好 是吧 他的 上名率 都是0.2 取勝率 是0.06 所以我暫時 不看著 等他 好些 跑得好些 近期 近期比較好的 就是合火紅心 合火紅心 合火紅心之後 還有一隻馬 叫做 旭日星 不是 旭日星 一次 跑第九 這隻馬 不行 然後 合火紅心之後 就是黃龍福將 美麗非凡 美麗非凡 和黃龍福將 的近期差不多 這隻馬 這個 主持人選擇 旭日星 我不選擇 我先讓他跑得近一點 先 隻美麗非凡 就好像有進步的跡象 上次第三 前次第七 這樣 就美麗非凡 黃龍福將 前次第一 上次第八 都不錯的 近兩次 都好像 Vinchot 都不錯的 我現在選 就是留意著八號 二號 八號 二號 九號 這些 看下 專家怎麼說 三檔 這樣怎麼欺負 第二次我都不用怕 過冬來 我就真的 有點忌虑 初出馬都很厲害 早點可能留著來跑 九號 對 主持人選擇 六號 八號 十號 十四號 我選擇八號 八號是取勝率最高的 還有近跡幾號 近跡都是數一數二的好 所以我選擇八號 要拖我拖九號 拖二號 還是拖九號 對 近跡聯繫 九號 二號 差不多 二號 就有進步的跡象 馬上 我選8號2號,不要試錯方 放軟手腳吧 我有買8號2號 其實他買回來跟非常閃耀那些差不多 跑多一點不怕,可能還有一些進步 但看起來是不行,他買回來就試一下 你看他的號碼就知道他有多新 那隻柏馬蘭錐呢,上次是在前頭 跑前頭 柏馬蘭錐呢,排過第六檔 上次在跟前跑的話,又是田泰安12倍 現在幾多? 柏馬蘭錐,11號 10倍差不多 他的檔位就不錯,上次跑1200 在前面跑 如果他流放一下,這隻馬是有少許冷門機會 10號閃得快,其中一隻是熱門之一 閃得快不錯,因為跑過3次第2、3次第3 而且上將也跑第3也不錯 所以主持人選擇10號做膽子 Jenny姐有6,有8,有10,有1 沒有要2,沒有要9 8號10號是很多關注 10號10號 有8號10號 有10號 主持人選擇巴馬蘭錐 一樣小的 現在有6格,首次出現6格 8號11號 8號、11號 10號的飛機很硬,周俊樂 每晚都是大熱門,偉達二檔 今天有很多,多寶 大熱門拍著這隻合火紅心的,41元 Q飛也很多,11-9,12-14都是Fair Q 其他都很多,感覺上好像不是十分硬正的馬 譬如2,就是這些Case,美麗飛法 它定住就很厲害,騎下去就沒有 如果大家都看得多這隻馬 不騎不騎,你以為好像有很多 比下去都是稀少少 上次你看看薛恩騎到轉彎的時候 你不覺得這隻馬有機會贏? 還是騎下去,還是沒問題 1號 紅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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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 紅夾 紅夾 對手柏馬蘭追他 或者他柏馬蘭追對手 真的很難理解 紅綠燈是1號 8號 11號 11號叫柏馬蘭追 9號就是史卓鋒那隻 都有落飛 1號 9號 8號 11號 9和11 臨門又有些飛 1號也是 九近入閘是那隻幾里紅星 幸福至上等他 再到牽引所以入閘信不順利 4號仔這麼扭 等這隻 幸福至上 全部馬不準備妥當 初次來到第四場 千四米的路程 大熱暫時顯示 都還是一隻八 王極貴 好 你一起步的時候 旭日升 粉紅衣不算很快 前面花的馬 柏馬蘭追快 再看他入面有黃龍複長 外面黑衣是必非非 第四位外面 黃衣黃帽 還幸福至上 馬嵐中間 煽露神華閃得快 內蘭王者驕傲 外面煽露之聲 就黃帽 黃帽 走上去那一匹 厚一點的馬立星 見到馬嵐中間 藍衣 紫色面穀那隻 就是下火紅心 內蘭尾五 粉紅衣有 旭日升 美麗非凡 尾四 後面三隻 幾里紅星 加落飛驅 橙眼罩 暫時電流 是飛輪轉王 過這個八百米的段柱 前面是線路之聲 外面游下游下游了上去 是必非非 是內蘭的第二位 幸福至上 就吊住第三 內蘭第四 還有黃龍複長 線路神華外面 第五 第六位紫色衫 還有拍馬難追 最後一層 內蘭王者驕傲 推出去的馬 有這隻合火紅心 推美麗非凡出去 馬嵐中間閃得快 最後直路 前面偷出的馬 依然是埋面的 是必非非 鬥中間線路之聲 裡面黃龍複長 沒有位 中間拍馬難追 追上來 在拍馬難追 後面的馬 分別有粉紅衣 動日升 外面紫色衫就閃得快 外面的合火紅心也都上緊 最後百多米 埋面動日升 中間拍馬難追 外面閃得快 最後五十米 埋面動日升 中間拍馬難追 外面閃得快 就跑第三 第四名 那隻 那隻合火紅心 那些暴韻 真是又外又內 這樣 又泵人一下 等一下你看看 那隻 拍馬難追 就真的 穿了幾千 拍馬難追 同一 動日升 真是厲害 我沒有買他 我剛才看過一下他 看過一下他 但是買不到他 一落飛就拍馬難追了 真的 拍馬難追 真的 六號仔贏了 真的 應該啦 就是贏了三 就是中三個 Win 還在場裡有你份嗎 看著啊 你看著那隻 什麼合火 不是 有什麼樣的鏡頭 不是重播 這個叫做 節省時間 做一個巡邏影片 給你看看 你看看 這個不好看 這個也不是一般 觀眾看到的 就是看馬的時候 的鏡頭 當然是節省時間 播一下日本馬 當然是 播一下日本馬 當然是 節省時間 播一下日本馬 當然是 現在藍藍地衣 開始上 那隻 就是合火 黃色 沒有藍色 衣服在外面的 我們找一下 田泰安 那隻 拍馬難追 在哪裡 這個拍馬難追 真的 放了幾次 現在最外疊 第二隻 藍衣白咒 你看他怎麼跑 買去 又頂了粉紅色衣服出去 S字型的走 有個小S型 沒有啦 留一點 跑這個 金槍60 這隻11號仔 叫做拍馬難追 穿了KL 有600塊 6號仔 都很少人留意 10號 就是周俊樂 很多人留意 我的8號仔 非常不滿意 我不滿意